欢迎收看威力奇博银 大家好 我是奇获威力哥 今天是礼拜二 延续昨天礼拜一的震弹行情 整个走势显得比较沉闷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威力哥就有跟大家讲 你必须耐心等待 等待到最早 到今天的这个夜盘 为什么呢 昨天威力哥就已经跟大家透露 因为市场在等待联准会主席的一个发言 那最主要呢 大家等待的是什么 明天 明天 美国联准会主席 巴尔将到这个国会去做他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听证会 也就是说呢 他必须去报告 他过去的这一个 针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利率 或者是整个一个资金的一个调控 甚至对于经济数据的一个观察 以及未来的展望 向国会去做一个报告 那其实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半到8点40分左右 这个美国联准会主席巴尔就会先发表一些他的一个看法 所以各位行情呢 非常有可能的集中在今天晚上到 这个明天的晚上这一段期间 所以各位 博力哥是不是有提早就告诉你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行情很容易陷在 陷在这一个区间整理里面 所以昨天我就告诉你呢 你可以采取区间因应的方式 但是到今天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市场上已经开始有点在做反应 只是呢 市场观望的氛围之下 相对的整个成交的动能呢 还是相对的比较弱一些些 那到底 这个目前整个技术面来说 或就 城市交易的指标来看 后续 可能的一个动向会如何 我们赶快来看 首先我们看日线的格局的部分 跟你看指标的部分呢 它依旧还是处于一个比较 偏多的一个状态 这技术面部分呢 各位你去看到 上升的一个趋势线了 到现在并没有失守 还没有失守 只是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K线都是形成这个 上下引线的一个状态 这表示什么 表示多空在做一个纠结 又表示什么 表示市场在等待 讯息 等待重要的讯息发布 那相对的他有比较疲弱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明明有机会可以站上我们日线 可是却站得上去 每每到五日线就会遇到调节 所以我昨天就告诉你行情的 很有可能会在 五日线呢 以及月线之间 去做震荡徘 对不对 昨天就有跟各位讲 那目前 格局变了没 还没有 因为 上下关卡都还没有正式的 被突破或是被 被跌破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帮各位再复习一下 这个重要的一个 形态的这个部分 你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 来 就像我们看 你可以发觉位置标 他一直呈现在什么 忽多忽空 忽多忽空 他的一个 因为这个区间相对比较闷 所以指标控体道的区间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小 所以他的一个敏感度就变成在这个 中轴之下忽多忽空 那你如果是一般的指标 一般的程式交易策略 在这种策略 在这种走势之下就很容易什么 所以在相对高 然后呢 又提示反向的做在相对低 啊 那即使是我们的位置指标 他他也 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相对来说他的频率比较 小 原因呢 不外乎低 他是小10k 基本上 时间格局比较长的k线 他就已经过滤掉部分 好的一个杂讯 另一方面呢 这个就是位置指标5号 位置指标的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他具有动态的 移动停留停损 所以各位你可以去看 即使是从昨天晚上要闷的行情 虽然我们也不是说 每一个小趋势 每一个小小的一个系维转折都掌握得到 你看啊 昨天的这个下午到昨天晚上 其实他也是有一个 这个这个停损 调节风险出场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也不是说 在这种很闷的行情就一直都是如此 你像在昨天的一个深夜 他的一个 的一个反向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到早上的时候呢 出场 然后在早盘的时候再反向 其实他的一个灵敏度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因为他有动态停留停损的机制 所以他的一个 表现呢 可能相对于 一般投资人在用的趋势指标来说 他的敏锐度会相对好一些 会相对好一些 所以 各位 你去看 只要用对一个好工具 小胜市好像赚钱 有没有很困难 有没有很困难 没有嘛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为止标的5月6月 基本上的一个表现都是相对不错的 即使是这一个月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他的一个表现还是怎样 相对的 比较稳定的在成长当中 虽然前几天的一个表现 真的是比较沉闷 那真的比较沉闷呢 稍微呢 有一点回吐了迹象 但是随着慢慢的趋势 跟这个 离消息面 发布的这个时间点越来越近 市场的一个活动 慢慢的起来 他就会怎样 慢慢的只要有趋势 慢慢有趋势 他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 这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他就会慢慢的又要回复到 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上面 当然了 威哥也再来跟你强调他不可能每一笔 不可能每一笔 这个 城市交易来说 他不可能会有天天赚把把银的状况 如果你看到是这种状况 各位你看到绝对不是财经节目 你看到一定是灵异节目 好吗 所以呢 在这种行情整理的区段你只需要做好什么 资金控管 你要做好资金控管 因为你不知道整理期会有多久 那虽然这次的整理期是因为大家预期到 联准会 即将要发布他对于 这个利率政策的一个 一个看法 预测以及对未来景气的一个看法 或是目前他们所看到的 整个经济数据的一个汇总的结果 那你不知道 这个行情后续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整理多久 所以你只需要做好资金的控管 你不要压太满 行情不好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 行情小嘛 所以我就 比例要重一点 试着去摸高摸低 那万一你碰到 突发的一个讯息 那你不会又错怎么办呢 所以呢 资金控管很重要 就算 城市交易 其实城市交易真正的要点在什么 也是在资金的控管 以及用城市人他能不能 纪律化的去做执行 当然用的工具也很重要 这个工具的可靠度 有没有经过数据的测试 只要你做好资金控管 用对工具 继续去执行 各位 真的 想要在期货市场上赚钱 想要在市场上 生存下来 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困难 好 那请就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做这个当充的这个部分 今天 短线的部分你要留意的 关键点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 早盘的整个 一个形态 你要去留意的就是说 早上冲高之后 稍微拉回 拉回到昨天的夜盘的这一个 尾盘的这个收盘价附近 他形成一个震荡 然后 就往下掉 所以呢在这个早上的这一个开盘时段的这个震荡区 他构成的形态就几乎 可以确定他就是一个关卡区在那边 所以你只需要留意 这个形态的关卡 如果呢 今天的这个中午过后呢 有其他上 过关卡 甚至过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形态关卡的一个相对高的话 那你可能要留意这个趋势 他还是陷在一个区间这里 只是说 早上有点跌生 他又再次 往上 想要再去 试探 试探上一周的一个高点 所以在这个部分你只需要留意中央的关卡 那如果 如果今天的尾盘 或是中午过后 他出现了什么 往下击杀 破关卡的状态 那表这个行情怎么样 在转弱当中 表这个市场 似乎 已经猜测到 大概今天的一个联准会 主席 鲍尔 他的一个延迟很有可能 还是倾向于 继续的观望 那市场上可能就会有一些 这个 比较偏向 有点失望性的小卖压 或者是一些 风险的调节出来 所以呢 你在操作上 你只需要什么 留意这些 重要的形态的关卡 因为你如果没有工具 威力哥也不是很小气的人 我都想说 其实你都可以透过这些 社群的这些工具 像fb.net 威力哥都有在分享 常常在分享对行情的看法 你都可以透过这些工具 来关注威力哥对行情的一个重点的整理 那如果 如果 你还是没有办法 跟上这个一般操作者这个专业的程度 5月6月你怎么做就是不顺的 你想要改变亏损命运的 那你真的要试着 换个工具 比如说像威力哥 在帮各位解析这个整个市场 行情总释的时候常用的威力指标 他的观念很简单 他就应用到这个 三色管理法 见红买 翻绿空 踩到两次 黄线就观望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各位你看这个图形 指标游绿翻红 就做多 那这指标呢 指标呢这个 游红翻绿的时候呢就做空 当他第一次呢闯过 黄线 上面条黄线 表示超涨 然后跌破呢底下那一条黄线 表示超涨 当他第二次从黄线 反转 就表示什么 这个趋势很可能 改变 所以你要做观望 就这么简单 你不用花大把大把的钞票 去学一大堆 还要看着书 这行情惊得多 这可能第几章第几页 然后比对一下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然后再去拿另外一个老师的 什么什么率 那比照一下 什么什么细数对照一下 等你对照行情都走得差不多了 那对照之后呢发现方向不对 再看另外一个老师的 一再的说服自己把单号下去让亏损扩大 这是大部分书家 常出现的毛病 变偏下起过市场 速度那么快 所以各位 试着去改变一下 换一个可以让你快速直觉反应的好工具 试着去改变一下你才能改变亏损的命运 简介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选择权的部分 那通常如果有大事件来的时候 怎么办 我不知道方向 不知道会大好还是大坏 如果是这样预期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可以采用选择权的买方 然后用乐视的组合 乐视的就是他会有 两个旅乐价 两只脚 他同时呢 去 做这一个 买方 买权的这个买方跟卖权的这个买方 然后他是一个组合式的部位 当行情呢 只要 这个真的是大事件 而且很可能大好或大坏的影响盘是大好大坏的一个大事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 类似用像这样子的组合 当行情很闷很闷很闷 大家全市场都在关注这个重大事件要发布的时候 你就可以采用类似像这样子的组合来做应议 因为你不知道方向 可是你知道后面一定会是大 大方向大行情 那你就可以类似 这个考量一下 采取一下类似像选择权 买方的乐视组合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来 做一个预先的一个规划 好 那我们今天的 整个的这个 威力期货的这个节目呢 就到这边 最好威力哥 祝福大家 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发大财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